作为事业上唯一的从远古到今天从未尖端的重要文明载体 中国的历史不仅具有特殊性 更具有全球多元化社会生态的普世性 它是人类社会实践最丰富的实验场 这个实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五千年 地域的宽度从温带到热带 从沿海到高原 参与实验的人数之多 聚落数量之重都是毋庸置疑的全球之罪 这些自然形成的条件 造就了这个属于全人类的异常珍贵的经验样本 全球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种种现象 几乎全都可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找到清晰的影子 并且为解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提供有效的经验和教训的参考 历史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实际上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很明确了 历史就是政治 历史就是要维护当代政治 当代政权的合法性 那么孔子是不是完全根据实验记录呢 他有他的价值观念 他根据他的价值观念 来使用贬义词还是保义词 如果这样做还不够呢 孔子第二个办法 就是为尊者会 为贤者会 地位高的人 那么孔子呢 要把他的错误确定 要帮他隐瞒 如果这样还不够 那么孔子还有第三个办法 叫做笔着笔 学着学 该记的就记 不该记的呢 删掉 为什么要学呢 因为当时 一个人做简墨简上面记的 不要内容怎么办呢 最简单 旁边准备一把小刀 就把这一段就删掉了 叫学 学着学 从我们个人 我们学历史到底是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现在人一辈子 接触到的人 接触到事 是很有限的 人的生命很简单的 还有你人的 自己经历的时空 总是有限的 但是历史呢 很延长历史经历 它是一段场合 它记录下来的 这些有趣的事 那是比你一辈子碰到的 不晓得多少多少 对吧 从这个角度讲 历史里接触了前人 各方面的知识 各方面的接触 也有各方面的经验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 那么我们首先 就需要遗憾地看到 在历史上 只有君王才有能力打造镜子 也只有君王才有资格照镜子 在君王的镜子里 你是看不见 曾经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依照私民的 这样一来 你能从历史中借鉴的 社会认知和个人成长经验 就是有限的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 是社会基础的经济生物 在决定的一切 是聚光灯外普通人 创造财富的方式 在决定中 还忍耐而行 但是过去的历史中 更多的聚餐 表演学和技术的评价 是如何扮演好职业的交通人 你看得见演员 却看不见 为演出买单的意识 你听得见台下长得很举手 却弄不清花了钱的人 费什么样的 弄不清看戏买票 花了多少钱 大家回家之后 获得了十一样的功能 演出成功 演员过上了好日子 就是镜子里的剩下 演员演唱 排唱乱套 卷铺盖卷走人了 就是镜子里的摔石 在这个园景里头 在这个园景里头 和声音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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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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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如果你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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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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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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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看